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規律局的珠寶3D設計教學頻道 十分感謝大家收看我們的影片 不過這邊還是讓我們花一點點的時間做個簡短的說明 首先我們有針對珠寶設計做出相應的環境設定 如果是新朋友的話一定要點開我們每期影片的完整資訊 然後跟著我們設定指南的影片做一次環境設定 其他背景知識的影片也都會在這邊條列出來 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再慢慢觀看 還有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做得不錯的話 麻煩一定要幫我們訂閱分享小鈴鐺 接著就讓我們進入這一期的主題教學吧 我們這次的主題是雙心戒指 這次會運用類掃掠建模的技巧 示範怎麼快速的完成對層的造型設計 一開始先往隔圓做掃掠的路徑線 搬進用10 添加細分 散到左半邊添加鏡像 偏移複製3 往3位移1 然後我們換到右四圖 用10個頂點的網格圓做出五芒心 記得套用旋轉與縮放 記得套用旋轉與縮放 把五芒心 結合進本體 然後把下方凹進去的點 對其內全上方的頂點 再來把梳紐點改成作用中元素 以內圈上的點為梳紐點 調整大小 畫面拉得夠近的話 直接目測對也是很準的 就可以像這樣直接合併重疊的頂點 接著在右四圖刪掉左半邊的頂點 然後看一下五芒心的頂點數 現在是6個 所以我們在底部的輪廓線 也是要用6個頂點來構圖 記得開啟Y軸的鏡像 順手檢查一下有沒有多的頂點 記得底部构圖也是要6個頂點 記得底部构圖也是要6個頂點 然后我们要延伸戒指下方平缓的部分 先复制一次底部的轮廓 以3D游标为枢纽点转负45度 在以内圈上的点为枢纽点用旋转和缩放对齐外圈 接着用隔线填路做类扫略 如果第二段失败的话就先把第一段隐藏 再做一次就可以了 扫六丸记得要重算一次发现方向 接着再整体调整一下 记得调整时都要以内圈上的点为枢纽点哦 再来用切变做成斜向 再来用切变做成斜向 比赛四辈子要成功的 点得出 再来用切变做成事 交换票 再来用切变做成斜向 一条杉马 下注码 绑 然后我们在物体模式把XY的镜像分成两个修改器 再套用Y轴的镜像 F封口用内纤面增加结构线 分两次把角度边做成硬边 接着是做出滑顺的接叉 接着是做出滑顺的接叉 接叉要先用loop card增加loop 然后再把这圈往外滑动 这样的接叉才会是滑顺的 整体降低硬边做出倒角的效果 最后的接叉这还可以做出滑顺的行为 我会做出滑顺的行为 这方面就有了 我会做出滑顺的行为 中文字幕打探想 我会做出滑顺的行为 最后一会的出滑顺的行为 甚至最后一会做出滑顺的行为 接着是材质的部分 这次用第二种的黄K金 这次的HDRI是这张,比对相乘的力量是1 接着来看Render的结果 OK,Render的结果还不错 大家也赶快跟着影片 加入Blender珠宝3D设计的行列吧 那我们这次的教学就到这边了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麻烦帮我们订阅分享小铃铛 如果觉得Blender很棒的话 可以订阅Blender Cloud 既支持Blender 也可以得到很多很棒的资源 让自己的功力大增哦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教学再见 拜拜